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BBC中文网报道 美国一名前外交官因涉嫌向中国情报部门提供绝密文件被美国反间谍机构逮捕并被起诉 美国司法部声明说 凯文马洛里于美国当地时间星期四 6月22日早上被捕 并被控把国防信息交与外国政府以及向联邦调查局FBI人员做虚假陈述 根据美国联邦间谍法 马洛里或面临终身监禁 美国司法部说 来自弗吉尼亚州利斯堡的马洛里现年60岁 他在今年3月和4月曾前往上海 涉嫌向中国情报机关特工出售绝密文件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达纳伯恩特表示 此案所控行为严重 这些指控应向任何考虑透过泄露绝密信息而违反公众信任和破坏国家安全的人发出明确信息 根据法庭记录 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马洛里是一名退伍军人 他曾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保卫局特工 后来 他离开政府部门并为多个国防承包商工作 美国联邦调查局确认 当马洛里为美国政府工作时 他持有接触最高机密的安全许可 直到2012年离开政府 华盛顿邮报引述两名美国政府官员称 马洛里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事 但法庭媒有显示这个信息 美国司法部声明说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在5月24日向马洛里扎问时 马洛里共称曾经与自称来自中国智库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人事会面 联邦调查局评估认为 至少从2014年起 中国情报人原以利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机构作为掩护身份 马洛里在5月对联邦调查局表示 他在今年3月和4月曾前往上海 与自称上海社科院的人以及他的老板见面 他们给了他一个专门用来转送文件的通讯设备 并叫他如何使用 联邦调查局在检查马洛里用语语嫌疑中 国情报人原联络的通讯社被试发现 一些标示安全机密的地方都被涂黑 根据法庭宣誓陈述书 马洛里共称自己紧转交给中方人员 他所撰写的有关美国政策事务的白皮书 并为此收取2.5万美元 但美国司法部声明说 联邦调查局特工对马洛里通讯社被进行检查时 发现有马洛里以为已被删除的文件和信息 联邦调查局进行分析后 发现4份保密文件 其中3份被归入最高机密级别 华盛顿邮报说 据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马洛里曾在通讯信息中对中方街头人表示 你的目的是获取信息 而我的目标则是要钱 而中方人原则回应称 我目前的目标是确保你的身份不会被暴露 并尽力支付款向给你 马洛里周四晚已被海押看管 马洛里周四晚已被海押看管 已排7周五举行拘留和初期聆讯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如果中国买家走了 对全球并购是常意味注视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 中国在海外并购中最活跃的一些企业正处在一场清理整顿运动的风口浪尖 其影响将非常深远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营行业间管机构要求中 自营行对大举进行海外投资的几家公司 获得的贷款进行调查 这些公司包括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 复兴国际有限公司和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 这些公司总共斥资数百亿美元在全球范围收购资产 和这些公司直接相关的企业已经感受到压力 万达集团旗下一家电影公司的股价周四暴跌10% 万达海拥有AMC娱乐控股公司 复兴国际股价下跌约6% 该公司旗下拥有地中海俱乐部和太阳马戏团 在这一消息转出一周前 安邦保险董事长被一个负责经济犯罪的特别调查小组拘留 安邦曾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 后化身为一家资产接近3000亿美元的保险巨头 拥有纽约华尔道夫酒店 安邦的规模变得如此之大 一部分原因是该公司通过发行短期高收益金融产品筹集资金 这些公司都被付了大量债务 有时会用一些来路不明的资金为海外并购提供弹药 鉴于这些公司不断上升的风险 以及他们与营行错综复杂的关系 中国政府有理由对此感到担忧 这场整顿可能给中国整个金融系统带来影响 这种影响甚至会波及海外 那些没有完成的交易线在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由于来自海航集团10亿美元的收购悬而未决 新加坡物流公司CWT Limited 周四下跌5.3% 至交易宣布以来的最低水平 海航集团预收购Old Mutual旗下美国资产管理子公司 25%的股权 以及特朗普支持者Anthony Skeramachi旗下对冲基金Skybridge 大部分股权 这些交易都尚未完成 另一个担忧是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限制这些公司的贷款供应 他们是否需要出售一些资产 海航集团是得意志 迎行最大的股东 持股比例接近10% 该公司还拥有西尔顿酒店集团 大约25%的股权 这两笔交易都通过高度复杂的金融工具来完成 监管机构可能对此感到不安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 让全球交易热度不减的中国并购将比之前预计的停顿更长时间 如果来自中国的买家停止大肆收购 美国和欧洲那些希望出售资产的公司可能更难找到合适的价格 中国金融业一旦出了问题 全球资产都可能跟住遭殃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转折的美中关系 通往华盛顿最快的道路是台北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 联合报今日发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外交学系博士独立研究者王俊平的评论文章 文章谈到 美中两国于6月21日在华府举航首届外交即安全对话 但结束后并未发布任何官方声明 亦无联合记者会 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 对话举航前夕的6月20日 立场强硬的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刊登 题为中美对话不是美方 说中方听的地方的社评 与4月初的川习会之后 美中两国领导人一派和谐的气氛完全不同 无独有偶 美国总统川普也在当地时间20日中午 于个人推特上发表一则贴文 指他个人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与中国政府对北韩核武议题的帮助 尽管并无成效 但至少他知道中国尝试过 这则推文是否代表美国对东亚政策的转变 尚不得而知 虽然川普事后又在演说中表示 与中国关系良好 但是应该能确定美中关系 已不如川习会后乐观 而这主要是双方在整个亚太的战略竞争的缘故 巴拿马撤销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 或许也与此密切相关 今年以来 不少观察家包括笔者在内 常会提出一项因为十九大疆于秋季举行 因此习近平坡不愿对外关系节外生之的说法 事项说法在巴拿马撤销对中华民国政府承认之后 遭到批评 认为因此被蒙骗 而忽略中方在两岸关系的攻势 导致在巴拿马的外交战中落败 习近平确实不想在十九大前于对外关系节外生之 特别是在最为重视的对美关系 这可从川习会上级利安抚川普看出 而北京与平壤在四月中旬之后 德确也出现官方媒体隔空撕破脸 互相叫骂的罕见情况 此外习近平等中国高层也确实日益从亚派战略的大框架 来思考如何运作两岸关系 如果说上述关于不愿节外生之的观察 有什么值得批评之处 首先应是为特别凸显 中共高层对美中关系与两岸关系有不同的考量 前者确实不能乱 后者至少在十九大结束前 只会越来越硬 其次则是没有明显指出美中关系自五月下旬来的连串 转变带来的影响 第一个转折是美军杜威号驱逐舰 USS Dewey 在5月25日 于中国控制下的南沙美激交执行航行自由作战人物 杜威号的航行是川普就任后的第一次南海自由航行人物 被视为美国基于对中国无法有效制止北韩持续发展弹道飞弹 失望之余而做出的施压之举 然而杜威号不但在美激交十二海力水域内航行达九十分钟之久 还在这段期间举行操演 与过去欧巴马时代 美军战舰在执行相同 人物时秉持的无害通过权主张完全相反 等同直接否定美激交拥有主张领海的权力 美军此举固然有法律上的依据 第一人工填海前的美激交原本就是涨潮实惠完全没入海中的低潮高地 按照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ars本来就无权主张领海 第二即使中国要主张领海按照前项条约之规定 也要先公布领海基点再据此华涉领海 但中国也没有这么做 然而对中国来说南海即使不属于核心利益 也是重大关切 杜威浩的航行无疑比起欧巴马时代的航行自由人物 是对中国主权更彻底的侵犯 在中国看来 这显然是对欧巴马时代以来 美国对南海现状的转变 从过去对主权争端与人工岛的相对中立与温和立场 转向可能有所偏袒与更加强硬的路线 但如果选择对美国改变路线 又不是中国在十九大前所期望的发展 而且很可能引发日本东斜ASEAN诸国的连锁反应 让中国自去年八月以来苦心维系的缓和局势破功 很可能就在此时 中国高层决心以巴拿马和中华民国的邦交 作为对美国的一项警告 毕竟巴拿马十几年来时长想与北京建交而未果 而总同府秘书常无招谢在6月13日的记者会也指出 我方在事发两周前掌握相关情资 事前没有料到中方的下手如此之快 第二个转折点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6月3日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致辞 明确表示美国会将台湾纳入蔚来亚泰战略的一部分 即使马蒂斯在回应解放军与会代表的提问时宣称 美国人会继续遵守一中政策 但在北京高层看来 欧巴马政府从未将台湾纳入其再平衡战略 马蒂斯的发言明显是对这种美中台关系现状的破坏 这很可能加速北京与巴拿马当局的谈判 因此当媒体报道美国国务院的立场是持续反对 任何一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时 北京或许认为这样的指责不应由其来承担 反而是美国与台湾才是祸首 如此便能理解 环球时报为何会在习近平最重视的外交 即安全对话举行前夕 在该社评表示 只要特朗普川普政府不放松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限制 不卖给中国先进武器 不推动废除与台湾关系法 不下令美军停止对中国沿海的抵禁侦查 不停止在韩国部署萨德 不向中国开放更多美国市场等等 我们就感觉不到华盛顿对中国做了什么让步 难道仅仅是美国官员这一阵子忙于其他方向的纠纷 少说了几句让中国不悦的话 就算让步吗 可以说透过该文 把中国对美国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 遭西方国家禁运以来累积的种种不满 全部发泄出来 该社评还进一步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 特朗普表达了奉行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但是美方提高了与台湾现役军人交往的级别 另有撰文称 特朗普政府准备扩大对台军售规模 这些都向蔡英文当局发出了错误信号 等同指责川普放纵马蒂斯与蒂勒森 他在6月中的国会听证上表示 要实现对台湾的承诺 才导致今天的种种局面 虽说从情绪管理角度来说 把不满发泄出来 可能有助于个人心理健康 而且考量到蒂勒森此前表示 美中关系正面零转变的关键点 美国不希望在未来与中国报发冲突 透过官方媒体的强硬文章 也可能是一种抓住对方弱点的谈判策略 特别是社评说美方言行不一 这不是负责任政府的应有态度 是给川普留下转环的余地 毕竟北京实在也不打算恶化美中关系 眼前又即将迎来十九大前哨战的八月北戴河会议 何况美中关系还有另一个关键点即将来临 美中双方在7月中将会针对所谓的百日计划 100-day plan提出具体内容 美国是否能在经济面达到川普预期的目标 甚至预期之外的收获 将会是新焦点 从川普选前对中国的态度来看 他显然认为美中关系的本质 经济面远重于安全面 如果不是金正恩持续搅局 美中关系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川普关于美中关系的推文很可能暗示 为自己依赖中国谢绝北韩核武议题 却遭逢失败的政策路线找借口 反过来说也就是中国可能在百日计划的谈判中 给予美国很大的让步 但如果北韩未来举航第六次核武实验 或者果真发展出射程 能抵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飞弹 很难断定美中在经济面的妥协 是否能缓和安全面的竞争 说到底 美中关系斗而不破的局面 还会持续维持好几年 没有什么修西底德陷阱的存在 那本来就是一个因诬陷历史而产生的奇特理论 不变的是中国持续对台湾的打压 那是不管台北的政府打算用什么国号 都不会改变的事情 巴拿马外交战与环球时报的社评均显示 过去认为通往台北最短的路是华盛顿 也有可能转为通往华盛顿最短的路是台北 及由对台湾的压迫 来强迫美国改变政策 这或许是巴拿马断交事件 给予台湾最大的启示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史上首次转习近平访港将建香港民主派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 中央社报导指出 香港媒体转出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利用前往香港访问期间 与香港民主派人士会面 如果消息属实 浙江市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首度与主张特首普选的泛民人士近距离接触 该报道引述香港媒体消息 习近平预计在6月29日到7月1日访问香港 出席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相关活动 香港政商界人士已接获活动邀请 但保安工作异常严密 报道指出 习近平预计在30日上午前往香港使港的中共解放军军营阅兵 接获邀请的嘉宾只被通知上午6时30分前往昂传州军营安检 并搭乘安排的小巴前往军营 但具体活动安排人未获告知 习近平当晚将协同夫人彭丽媛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的 关载会展文一晚会 由于安检程序严格 出席嘉宾的提早2到5小时前往现场安检 多维新闻网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中国大陆中央相关部会考虑安排习近平与香港民主派人士会面 其中 泛民人数组合赚出多种不同版本 有9人 13人和16人等不同规划 非温和派则被拒于门外 如果习近平此行真的安排与泛民会面 将是中国大陆最高领导人首次近距离接触民主派 2016年中国大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璋德江访港期间 曾以酒会行事与包括民主党主席刘慧卿 公民党党魁梁佳杰 公党立法会议员何秀兰与卫生服物界议员李国玲 会谈约40分钟 被香港媒体形容为破冰会面 不过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从未有过类似安排 2007年和2012年香港主权移交10周年和15周年时 使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 和民主派的唯一接触场合适港府举办的特区各界晚宴 但非近距离交谈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做白宫太心酸 高盛经济学家 日本应谢绝无心加班问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 经济日报报道 高盛级团经济学家表示 日本应谢绝国内过度的无心加班问题 以提高生产力 日本不可逆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代表住企业应提高效率 来谢绝人力不足的困难 彭博引述高盛日本主任经济学家 马场直燕的话表示 我认为日本政府应放更多重点在无心加班的问题上 劳工只有一小部分的加班被计算净薪资报酬 当政府谢绝完加班无心问题转移重点到工作与休闲的平衡上 民众也能更轻松享受休闲时间更乐于消费 原为日本银行央行官员的马场估计 日本劳工每年平均无心加班的时数约为200小时 他比较政府公布的企业加班费总支付金额和劳工总工时两份数据 结果显示日本劳工的实际公时比他们薪资表上显示的要多很多 据彭博计算日本劳工的月薪数据显示 2016年平均每名劳工约少领44万日元3960美元的加班费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众庆市遇上直辖20年之坎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17年6月23日 日经中文网报道 继北京上海和天津之后 众庆市升级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已过去20年 作为消除沿海和内陆城市和农村贫富差距的样板 众庆推进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地区生产总值GDP连续1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众庆正摸索构建作为一带一路构想的基地 已实现持续增长 6月5日 众庆市委书记孙政才视察了市中心已东约100公里处的页延期开发现场等 在鼓励当地官员时表示 要坚决冠撤席主席的指示 有效利用长江 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 2016年 众庆市的GDP增长率达到10.7% 大幅超过中国整体的6.7% 在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 仅次于西藏排在第二位 2014至2015年 众庆的增长率排在第一位 人均GDP也在2014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转移促进了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和消费扩大 众庆引进了 使农村出身者易于取得城市户口 提供连租房等自主政策 此外 显示城市居民比率的城市化率从1997年的31% 提高至2016年的63% 超过了全国平均的57% 在众庆成为直辖市20年之际 尽管实现了当初的目标 但有意见指出 孙政才抱有巨大的危机感 众庆吸引了美国惠普 HP等企业在当地建厂 个人电脑产量占到全球约三分之一 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但个人电脑的生产在2014年达到顶峰 随后开始下滑 2016年的贸易总额更是下滑至2014年的三分之二 为了弥补个人电脑的下滑 众庆市正在扩大建设公共工程 投资约300亿元在江北机场建设新航站楼 投资1000亿元建设的铁 2016年 众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增至接近GDP的规模 规模 对投资的依赖正在加强 孙政才希望通过振兴 以储量丰富的页岩气为支柱的能源产业 以及周边产业巨大的汽车产业来提振经济 描绘出江重庆作为连接一带 一路与长江经济圈的物流基地实现增长的战略 把通往新加坡的铁路和航线结合起来的直达货运通道 近期也在众庆开通 力争2017年也实现10%左右的GDP增长率 另一方面 孙政财政积极清除薄熙来的影响力 虽然在经济方面取得很大成果 但最近众庆富士 长监公安局长河挺孩 是被免去职务等 被指仍留存薄熙来时代的负面遗产 重庆甚至放弃举办庆 驻成为直辖市20周年的大型活动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 为您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